在我们穿上新鞋的时候,肯定都是非常开心的,但是鞋子开交了怎么办? 这是困扰非常多的一个问题,因为每个都必须穿鞋子,自己穿鞋的时候很爱惜,外表看起来很新,可就是开交了,也不舍得扔,怎么办? 别急,小编就来就给你一秒招,让你轻松解决鞋子开交的问题。 首先我们可以自制胶水将鞋子沾上,效果还不错呢? 具体操作方法是什么呢? 只要将鞋子先洗干净晒干,不要留有水分,然后使用磨砂纸,将之间的胶水和脏东西清理干净后, 将洗洁精,洗液液,牙膏和苏打粉混合搅拌,搅拌成乳胶状之后,涂在鞋子开胶的两边,记住不要太厚,太厚就不容易干了,之后按住黏黏的部位两分钟,再将鞋子静置十分钟,鞋子就恢复圆状啦,过一天就又可以穿了。 如果是皮鞋不小心刮蹭掉了皮,只要先用干抹布把皮鞋清洁干净,再用棉棒弄一点鸡蛋清,再破皮的地方轻轻涂上一层,不要太多,然后用手按着让它凝固,晾干之后刷上一层鞋油,鞋子就跟新的一样。 不过鞋子,毕竟是穿在脚上的东西,确实非常容易损坏。 平时我都穿皮鞋比较多,穿个半年后,也是会开胶的,问题比较严重,那么就需要用到热绒胶腔。 只要先用前面说过的方法处理好鞋子,再用热绒腔将胶水均匀在开胶的地方,加热涂抹按压,接着还是按照前面说的方法处理,鞋子很快就能恢复原状了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